其實伴侶會不會是個幼稚情人 這大概還蠻普遍會在現在遇到的 那原因是在於說 我們有越來越多的人 可能在從小到大的經驗裡面 都是被父母保護或者是照顧得非常好的 那特別是我們如果沒有在成長的過程中 去澄清跟理解所謂的一個成熟觀點 來認識這個世界的話 我們往往會帶著是幼年時的角度 跟觀點來理解這個世界 那對一個孩子來說 他的理解非常的簡單 就是我要什麼這個世界可以滿足我 那特別是媽媽 所以很多小孩就是會一直喊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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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媽媽應該是萬能的 然後跟媽媽要什麼媽媽都要給 那如果他沒有在成長的過程裡面去理解到 其實媽媽也是一個人 媽媽她並不完美 那媽媽其實並不是超人 那只是一個小孩子的眼光看見的媽媽 事實上你如果從一個 所謂人跟人的角度來理解媽媽 你就會看見也許媽媽有媽媽的脆弱 媽媽有媽媽的限制 媽媽也有媽媽能力不足的地方 但是很多人沒有做過這個澄清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把對媽媽的期待 以及在期待中許多的失落 就會把它投射在我們的伴侶關係裡面 那如果小時候 其實是常常需要媽媽給意見的啊 需要媽媽給予很多幫助的啊 需要媽媽給予很多依靠的 那這樣子的人進入伴侶關係 她當然還是沒有一個成熟性 來真正的承接 關係中所發生的狀況 所以很多時候她可能在關係裡面 還是希望伴侶能夠扮演這個假媽媽 繼續的去承接過去她的媽媽 怎麼樣的給她 或怎麼樣的滿足她的期待 那這個伴侶也應該要做到 那當然有些時候 有些媽媽也會給後來的 譬如說媳婦啊 或者是後來的女朋友一些錯誤的觀念 有一些媽媽甚至會跟媳婦說 欸這個兒子是小時候 我把他從小照顧長大的 那現在交給你囉 由你來照顧囉 所以她好像沒有反過來去跟她的兒子說 欸現在你要開始承接一個家庭 你現在是一個大人了 你開始也要能夠懂得去 好好的去照顧跟經營你的關係 很多媽媽並不會這樣子跟兒子說 可是她可能會交代另外一個女性說 你要來承接我過去如何的照顧我 現在這個棒子就交給你了 所以這也是很多我們在文化層面下 其實會形成的一個錯誤的一個觀點 就是好像今天有了伴侶之後 伴侶就是要當那個永不會疲憊 然後永不會退場的那個理想中的完美媽媽 那是你這樣承接待一下 這我會做了幾句話 也會這麼多嗎 這個人偶像爆料 那是一個人車子 那是個人車子